整个系讲北大的终于来到北大了 诶 干嘛点啊 喂喂 大家好 我是小明 那个很开心 因为我也是北大的学生 我是北大那个 EFBA的学生 但是我进校晚 所以你们是我的师哥师姐 师哥师姐好 我不能说我又回到母校了 很高兴回到母校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 曾经是我父母希望我来的母校 那个年代 我们父母都希望我们来清华北大 北大清华 清华北大 北大清华 对 所以今天 然后我们的电影也是在阴京 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和各位见面 大家好 我是陈大为 对 说的是一样的话 我们 小时候的梦想能跑进北大 然后我的初中的班长 真的跑进北大 当时 羡慕的我们 一个学校都在流哈喇子 然后这个 很高兴今天能有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近距离的交流 希望 能沾沾北大的 很觉得喜气 然后让我们再考 小明儿都读 北大的电编了 咱俩可以再考虑考虑 今天是不是到了4.7亿 然后我记得如果票房过了5亿 他会等招来着 说让那个三位帅哥上年亲吻了 是吧 系马 是不是真的这样 是 马上了 过了半五节肯定就5亿了 我不知道 所以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宣发活动 我们就赶紧在5亿之前 先把他做了 嗯 但是如果签 安排这个剧情 谁先亲谁 怎么亲 你决定了 反正三个都要亲 他们怎么样亲 谁先亲谁 没有 其实这样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好 我看到了 大梅哥是把正常不容黄小明的嘴摁下来一起 那这种吃算 我觉得 结合今年的高考 我觉得特别庆幸 今年我在想 要给我一个 爱迪生怎么看电话 我今天在路上 我老婆给我读 那个新闻 我说是怎么写啊 爱迪生怎么看手机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写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 我刚考虑这个联络 那是北大的 是 是就是杨振明 范尊还有莫延 在外大师 在北大的 阳光交流大天 对话 刚刚说我也在 是杨振明问莫延的问题 水河将来 那时候我们的题目是成一的吗 现在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还是走过吗 每个省都不一样 那个时候走过特别好 那个作文 走过错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写满了八百字 写了一百遍是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对这个优势非常的低 不是为什么呀 今天这个华 身份证制度啊 包括这个签证 为什么就 北京上海就要好很多了吗 是吧 是吧 是 今天有很多外地的东西 所以你就取了个上海老婆 是吧 对啊 接着平衡吗 对啊 这个题目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 爱迪生想的 我们怎么知道 对 他想说我们怎么知道的 而且是什么 人家有人说爱迪生是什么呀 是男的怎么办 爱迪生不是那个画家吗 我们系里面有个对白 就是 就是每年 虽然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但同样有很多是高考失败 还有这个毕业之后也找不到工作 然后最后成功的人很少 但是我其实是想说一些别的话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 就是 傻逼的大学 也有努力的 牛逼的大学 也有堕落的 所以同学们 不要自己觉得身在这个学校就很好了 还是要努力去坚持 因为成功的道路上 并不拥挤 只是因为坚持的人太少了 所以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 毕业了之后 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现在身在这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是很好 但是不代表明切 将来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因为 不怕别人比你更牛逼 只是怕那个牛逼的人比你还努力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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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